在这冷清的世间 想用文字的温度去触碰米尖 传递正能量 做一个能够守护王一博这个酷盖少年的小摩托 王一博打破饭圈神们 用演技证明自己 自身实力再获认可 在没有看王一博理想遭遥中国之抉择的时候 真的是因为王一博这个人去看的这个电视剧 但在看的过程中 慢慢脱离了王一博的样子和躯壳 因为我真正看到了一个 自拥有谋 笃定抉择 赤党热血 忠诚信仰的蒋仙云先生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革命先烈 蒋仙云依然做出伟大抉择 滑破黑暗的夜空 照亮无数人前行的道路 每个小细节 每个动作神态 都是那么的贴合 王一博眼神的坚毅 抬持的精湛 让我们看到了他赋予的蒋仙云灵魂的样子 革命之路虽蜿蜒曲折 但炙热滚炭的初心灰映 坚定理想的义无反顾 有幸和王一博一起回顾这段 波南转阔又令人动容的抉择历史 但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 传奇的少年英雄蒋仙云 只要一想到蒋仙云先生 短暂璀璨又悲剧的一生 便忍不住唏嘘感慨 忍不住想哭 如今这盛世 如之所愿 太平美好 繁荣富强 话说回来 说句本身 爵士的演绎 大家真的盼星星盼月亮 盼了树叶的抉择 终于与我们见面了 魔托姐姐的心情真的是很激动 虽然剧集很短 只有28分钟 但带给我们的震撼却是深远的 背景交代清楚 所以剧情推进的很快 但镜头切换之间 已是将故事和人物刻画的锋满 让人觉得恰如其分 可见导演和演员的功底 每个演员的付出合作 才能为我们展现出 如此成功的作品 但抛去粉丝滤镜 看距离的王一博 他是身材挺拔 眼神坚毅的皇甫高材生 蒋仙云 是自拥有谋 理想虔诚的军人蒋仙云 也是为中国的未来 牺牲一切的蒋仙云 其实在电视剧里 没有看到一诗诗 王一博的影子 这是播放前 完全没有想到的 真心赞叹青年演员 王一博的演技 完全超出了许多人的期望 是让人意料之外的 惊艳震撼 还记得结尾处 举起火把照亮夜露的他 脚步坚定 转头一笑 真的绝了 走向他心中的远方 走向他的信仰 他的光 在理想造谣中国的抉择片 王一博非常好的 还原了革命烈士仙云公 在高光俸禄的诱惑下 微然不动 坚定了蒋新云的革命信仰的故事 无论从在皇甫军校竞赛时 帮助同学这个真实的故事 到领表力产弦 瓢泼大雨的玉树加工 这个故事的结构都非常完整 也阻止分明 从环境到人物 细节干净绿落 层层递进 先前一同训练 一同受苦 一同抗击军发的校友 因为党派之争 信仰相左 背道而驰 所有的细节都描绘到尾 王一博的演绎 甘柔并激 与同聊谈心时的成语 对他革命信念 走上歪路的感叹 和原来的战友 如今的阵地 针锋相对的施毫不然 在大雨中反复跑圈 在大会上 公容瓢泰的堪江 以及演在学生时代 被共产主义的切实和光明 所打动的饱含希望的深情 还有自己手中的火柴熄灭 却接过战友递过来的火把 从颜色到动作到表情 他真的做到了与观众共情 正如短短20余分钟表现的那样 哪怕历史中 蒋先云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 早年上父 为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的养大 自己平时还要剪裁和养家 但是他在学生时期 坚持进行学生运动 毕业后领导工人运动 在皇甫军校期间 经历数次征战 作为同期的学员纷纷牺牲 在理由之下 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革命信仰 直到最后在讨伐军阀的战争中 为国捐躯的那一天 他也从来没有后悔 这是他的初心 他的坚持 这次王一博演绎的是有力量的 柔和的盼望是力量 勘枪的拒绝是力量 他身上的雨水和鞋上的淋漓是力量 潜心的步伐是力量 回首微笑也是力量 仙云公早早牺牲在了战场上 可是正如电视剧里所说的那样 历史会有选择的 他是后来每一场魏国战争里 吹响的冲锋号角 他是倒下的英烈们 染红土地的鲜血 是1949年10月1日 城楼前升起的棋子 是未来的生活在阳光下 生长在春天里的孩子 嘴角的笑容 他早早离开 但他也永远都在 他化为不朽的理想 永远照耀着中国的每一寸 他深爱的土地 相信所有看完电视剧的人 都会被蒋仙云先生 炙热滚烫的初心震撼着 为理想信念 义无反顾的情怀感染着 情绪带入感 台词功底都很强 走进角色 他是蒋仙云 脱掉角色 他是王一博 当我们看到那些前奔们的 生平事迹的时候 会不会也想到我们自己呢 会不会检讨和反噬 生活中的自己呢 有时候我们真的还可以再努力 再加把劲 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 我们还可以做到更好 像王一博那样 像他一样坚持和热爱 你觉得王一博 还原了你心中的 蒋仙云前伴吗 你认可他的演技吗 好了 今天的娱乐资讯 就播报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